上回书说到 兽王王丰 保着千岁刘秀回归信毒关 这时候对面大齐王田部来了 田部来到刘秀马前 下了马跪到十里 刘秀呢 想给田部跟兽王王丰两个人指引指引 没想到再一找王丰 王丰没了 王丰哪去了 王丰藏到树号头了 王丰为什么走啊 也是刘秀呢 当时着急 一看田部来了 刘秀脱口而出 就跟旁边的兽王王丰说 老秦家 你看 田部将军来保驾了 那王丰还不放心吗 我为什么跟你奔信毒 就是为了保着你刘秀平安如事 现在有汉将保驾了 对不起 我可得走了 兽王王丰不愿意离开千岁 愿意见老太后 但是王丰压住了自己的情绪 含着眼泪就躲在树林里了 王丰是不能再见太后老千岁了 只要见老千岁一面 还能走吗 王丰决心引顿 所以藏在树后 刘秀怎么找也找不着王丰了 没有办法 只好跟着田部 回归信毒关 在半路途中又碰上重汉将 咱们输就不戏表了 刘秀平平安安回到信毒关 将帅们这才转优危险 刘秀就问元帅 马大帅 四方战情如何 千岁 臣已然得报了 梁姓已死 同顶假败而去 承南赵维芳父子武艺高强 臣刚要派兵派将 前去帮助耿家父子 没想到得知千岁之事 赶紧出城救驾 承南战情如何 现在不得而至 好吧 请元帅你急速派人去打探 那么承南战事到底怎么样了 咱们输翻回头来 再说耿眼迎战金棍将赵维芳 耿眼跟赵维芳大战一百个回合 还算顶得住 可时间长了 赵维芳力气大势 越杀越勇 耿眼 击法再高他身体不行了 就渐渐招数迟慢了 老将耿纯在暗中着急呀 看见对面镇中 赵维芳四个儿子 全都想催马助阵 老将耿纯更着急了 就是我一个人催马上去 他们银五个 我们银俩呀 就在这时候 耿纯突然间发现 对面赵维芳的兵将 往两旁边闪 当中间就催马出了一员小将 紧跟着就听见赵维芳的兵丁喊声了 袁帅呀 请您归阵吧 姑老爷替您上阵啊 袁帅您归阵吧 姑老爷来了 耿纯不知道对面是怎么回事 可听着意思呢 琢磨着这员穿队而过的小将 是赵维芳的姑爷 想把赵维芳换下阵去 这位姑爷呢 要跟自己的儿子耿眼交锋 可能啊 赵维芳这个姑爷的武艺 要比赵维芳还高 不然的话 他为什么要把赵维芳换下去呢 老将耿眼想着 就让压整官 替自己压住全军大队 往前一催马 掌中画杆方天际 来到两军江场 想让耿眼归队 耿纯到了阵前了 耿眼 你赶紧回去 带老夫杀他 耿眼听见了 耿眼没回阵 爹您瞧 耿纯顺着声音一看 可把耿纯乐坏了 那么对面这位姑爷是谁呢 不是赵维芳的姑爷 那是刘秀的姑爷 是老将耿纯的二儿子 逍遥王千岁的姑爷 国之驸马 那么小将耿耳 怎么上这儿来了 书中暗表 耿耳跟着母亲千里巡妇 用火牛阵解了蒲冠之围 在太古城三战田部 被太后老千岁传旨 招为驸马 就跟魏乡郡主完婚了 吴家的小姐呢 老太后也传下旨意 命逍遥王刘秀 任吴小姐为一女 也跟耿耳拜堂成亲了 耿耳的母亲不能老在军中住的 家中还有一大片房产买卖呢 这样耿董事就跟耿纯商业 自己先回归宏通县 让耿耳留在军中效力 耿纯呢就奏请了逍遥王刘秀 让耿耿耿董事送回家去 耿董事要回家了 这位吴小姐听说婆婆要回家 就跟耿耳商领 愿意跟婆婆一块回家 免得婆母呢身旁没人伺候 耿耳明白 她知道吴小姐心中想的是什么 虽然说吴小姐已然被逍遥王千岁 收为一女了 但是终究跟逍遥王亲女儿 未相郡主不一样 吴小姐要走 这件事就传到太后老千岁的耳朵里 太后老千岁多明白啊 就知道吴小姐想的是什么了 老千岁传下口旨 让耿耳呢 把未相郡主 还有吴小姐送到后宫 陪伴殷郭二位王妃 让小将耿耳 把耿董事送回山西洪铜县的家中 然后回归信都关 随军效力 这样未相郡主跟吴小姐 就住在后宫 等于就住在太后老千岁身边了 那老千岁对待吴小姐 跟亲孙女儿一样 这样耿耳呢 就把母亲送走了 回到家中 耿耳帮着母亲 把家中事务料理好了 一个人回归信都关 耿耳回到信都关城外 正赶上返王兵将四棍绞信都 耿耳走的哪呢 耿耳走的是城南 他想进信都关南门 没想到 还没到南门呢 他就看见返王兵将大营了 一看这座营宅 插的是大齐王的旗号 耿耳大门呢 大齐王填布 已然是汉填了 怎么大齐王兵将 又在这炸下营寨呢 耿耳这孩子太聪明了 他没闯营 就在四万一打探 他明白了 知道返王兵将分成四路 二十万人马 扎营 想围困汉兵 每边主将都使一条棍 这叫四棍将 兵角信都关 耿耳知道了 大齐王填布的元帅 金棍将赵维方 扯起了大齐王的旗号 赵维方跨下马 掌中紫禁齐眉棍 力大无穷 武艺高强 四个儿子也十分勇猛 他都打听明白了 就在这时候 就听见信都关 城东城西城南城北 开兵建杖了 炮鼓连天 杀声震耳 震动天地 耿耳心说 这肯定是元帅 派出汉将 尤打信都关四门杀出来 跟四棍将同时动手了 反王兵将困信都 四门外同时动手 马大帅要速战速决呀 我耿耳今天来的是实话啊 我这时候不立功啊 更待何时啊 我应当立侠战功 现在我是国之驸马爷了 耿耳想到这儿 一个人催坐下马 就奔着金棍将 赵威风的后营门来了 这时候不是黑天 要是闯营报号 就应该在黑夜 这是白天 白天也不能闯营啊 小将耿耳心说呀 我骑着马往前溜达着 我得见机行事 我要闯进大营 我把赵威风大营搅乱了 嘿 让他来个首尾不能相供 也是活该 耿耳正往前走呢 有打这后营门里头 走出两个人来 耿耳瞧着 前面这个人不是个兵族 也不像个战将 头上是一块花布缠头 穿着一身的青布裤罐 腰中呢 系着蓝布的围裙 两着洒鞋 看身脸这人不高啊 是个五短身材 看岁数四十开外了 长得挺白 稀稀拉拉的胡子 一走三晃 后边呢 跟着一当兵的 挑着个扁的 一头都是一个空框 小将耿心说 这二位是干什么的 书中按表 这个金棍匠赵维芳 有个毛病 他吃饭的时候 每顿饭都得吃鸡 赵维芳有个厨子 姓高叫高二毛 因为他排行在二呢 所以呢 人们把他大名全忘了 他大名呢 叫高铭 所以都叫他高二毛 他这高铭也不好叫 二毛 二毛 喊的就是高二毛 这高二毛啊 有个特殊的技能 他做鸡做的特别好吃 金棍匠赵维芳 一天也离不开他 这高二毛啊 还真行 天南地北 他要知道 哪有专门做鸡的好手艺 他变着方的 也得去了 也得把这手艺学会了 回来 好给赵维芳坐着吃 所以赵维芳 在军中也带着高二毛 回家也带着高二毛 这高二毛 就成了赵维芳 手下的特殊人物 赵维芳 家中的事情 他知道 赵维芳家中的人 他全认识 赵维芳家 所有的亲亲 有个大事小情的 都让他去帮厨 他做的鸡好吃 所以赵家的亲亲 这高二毛全都见过 不过这高二毛啊 有一个坏毛病 每天是酒不离口 所以啊 醉不醉的 醒不醒的 一天这么摇头晃脑 走到三晃 就是有一样 他不耽误 给赵维芳做鸡吃 这鸡味做得特别好 今天呢 赵维芳刚刚炸完大营 时间不大 营前开兵建仗了 这高二毛一想 等打完了仗了 赵维芳得饱餐一顿呢 高二毛知道 赵维芳这毛病 这顿饭必须要吃好了 要吃好了 起码得七八只鸡 因为他这四个儿子 得陪着他爹吃啊 高二毛啊 就叫上一个火房里的兵 挑着两个空框 出大营呢 去弄几只鸡 顺便再弄上点菜 两个人一前一后 出了后营门往前走 高二毛走着走着 就碰见小将耿耳了 他听见马他轮铃声音响 他顺声音一看 大道上跑了一匹马 马上是袁小将 这袁小将头戴杂巾 身穿剑袖 轮带沙腰 素中音 素靴子 在马鞍桥鸟手馆得胜钩上 挂着一条画感方天脊 小将长得白白的挺好看 高二毛喝得醉醺醺的 他可认错了人了 这高二毛心说 这不是孤老爷吗 怎么也上这儿来帮兵助战来了 他呀 把耿耳当成赵微方的姑爷了 这个耿耳呢 跟赵微方的姑爷长得还真差不多 赵微方的姑爷 姓张叫张宝 从小练武 也是一条画感方天脊 亲事定了 但是小两口还没拜堂成亲呢 这个大营中啊 除了赵微方 就是高二毛 认识的姑爷张宝 连赵微方的四个儿子 都没瞧见过那妹妇 不知道张宝长得什么模样 耿耳看着高二毛 还有后边的兵 往前走 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眼珠转 他琢磨主意 没想到高二毛 错把他当成赵微方的姑爷张宝了 高二毛迈不往前走 高二毛说话了 哟 这不是姑老爷吗 您干什么来了 这耿耳一听什么 怎么叫我姑老爷呀 这耿耳多聪明啊 他就顺口搭音 啊 是我呀 帮忙来了 哎呦 姑老爷 您对赵家可真好 真要孝心 他说到这儿回过头来 就跟这个兵说 过来 见个姑老爷啊 这是咱们王爷家的姑爷 姓赵将张宝啊 盖盖姑老爷 行李行李行李 咳头咳头 这个当兵的还真听话 把贬着根筐放在地上 过来就扑通跪下来 拜见张姑老爷 耿耳的个气呀 真能胡认亲戚哪 谁是你们家的姑老爷 得了 我先忍着点 我好借机会进大营 我就当会姑爷吧 有什么话 咱们混进大营再说 耿耳想到这儿 耿耳摇了摇头 行了 别多理了 给你个见面理吧 说着 有打兜囊中掏出一块银子 这银子不小 足足有三两 他就递给高二毛了 二位喝点酒吧 高二毛就把银子接过来了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哎呦 谢谢姑老爷 谢谢姑老爷 您瞧 姑老爷就知道我高二毛 爱喝酒 你看见面就赏酒去 这高二毛呢 又跟这兵说 拳子起来吧 你在这等一会儿啊 我把姑老爷陪进营去 这个营里头 我敢说 除了王爷 就是我高二毛 认识姑老爷了 你等着 一会儿我回来 我请你喝酒 这拳子起来了 拳子真骂呀 赏给咱们两人的银子 全归你了 你还挺大方 一会儿请我喝酒 耿耳心里就琢磨 这回可好办了 这小子可说了 赵微方 营中 没有别人能认识我 就他一个人认识我 现在赵微方 在前营外头 跟汉兵交锋呢 看起来 他要把我送进大营 这个大营 我就平堂了 我就能穿营而过了 耿耳就等着高二毛说话 这高二毛还真说话了 哎姑老爷走吧 我陪你进营 有人往里请 那耿耳是大的方方 往里走啊 好 就请你投钱带路吧 高二毛投钱带路 耿耳这匹马 是迈着四流布的 就跟着这个高二毛 到了营门口了 高二毛望着一站 哪位应勤呢 营门小笑过来了 哎呦 高松管 现在是我应勤 高松你 看见没有 这是咱们王爷的姑爷 帮着王爷打仗来了 啊 我得给王爷去买菜去 我说 你赶紧弄匹马 骑着马呀 把姑老爷带过营去 见着王爷 你就别传话了 省得配事 好吧 然后这个应勤的小笑 就跟耿耳说 姑老爷 请您随我进营吧 高二毛放心的走了 小笑牵过一匹马来 上了马嘴 头前引路 这刚儿就进了赵威方 五万人马的大营了 这营里头有营里的规矩 前营 后营 左营 右营 中军营 都有各自支搬的军校 他们看见营门小笑 带进一位来 谁能不问他 这位小笑 见人就说 看见没有 这位可是王爷的姑爷到了 帮着咱们王爷打仗来了 这刚儿还跟真事一样 骑着马往前走 这么一来 营中可就传开了 王爷的姑爷帮着打仗来了 刚儿是顺顺当当的到了前营门 有那嘴快的腿快的 飞暴镇中赵威方的四个儿子 哎呦 四位将军 孤老爷到了 帮着王爷打仗来了 这四位公子不认识妹夫 听说过妹夫长得挺好看 惯是一条画感方天极 武艺可不来 这几个人一回头 你一看刚儿 还真认为刚儿呢 是自个儿的妹夫了 自家的姑爷到了 这哥四个正着急呢 为什么 虽然说两军阵前 爹爹跟敌将交锋 站在上方呢 可是也怕时间长了 爹爹岁数大了 盯不住可怎么办呢 有心把爹换回来 不能哥四个一块上啊 因为这四个人 已然看出耿眼的武艺了 四个人一块上还算凑合 要是一个人出去 是打不过耿眼的 所以耿耳一来 这哥四个乐了 妹夫来了正合适 哥四个传下命令 让兵丁们齐声喊叫 王爷呀 请您跪一阵吧 姑老爷替您打仗来了 王爷请您回来吧 赵威风在两军阵前一听 也是一愣 心说让我回去 姑老爷替我打仗来了 这张宝这时候干嘛来了 他一愣 二马一挫瞪呢 他必然顺声音瞧 他瞧见一员小将 胯下妈掌中话感方天急 赵威风乐了 心里高兴 心说你瞧这四个儿子 看我打了这么半天了 我都快泪出汗来了 这四个小子没有一出战的 你瞧瞧 还是养活闺女养活队了 这女婿有半子之劳啊 还没成亲呢 你说这女婿多有孝心呢 这赵威风你倒仔细瞧瞧啊 这耿眼眼睛见 耿眼一眼就认出来了 跟他父亲耿唇说 爹您看 小将耿耳这时候也望两军江城观桥 父亲跟哥哥都在这儿了 小将耿眼望前一催马 迎着赵威风就上来 两个人离得近了 耿耳一勒马 在马上深深十里 赵威风呢 以为姑爷在马上给自己行礼呢 他就把马勒住了 手持这条紫禁奇没棍 耿耳呢 就借这机会一低头 啪 打出一只紧被低头花装弩 赵威风可根本没防备啊 砰 这只弩就打在赵威风的耿嗓咽喉之上 哎哟 扑通 长浪浪浪浪浪浪浪 赵威风扑通一声 就由他马上掉下来了 棍也撒手了 耿耳借这机会摘下花杆 方天脊 望前一扎 正扎在赵威风的胸口之上 赵威风当时就弃绝身亡了 赵威风的四个儿子 见此情景全都吓傻了 耿耳 画感方天脊在手中 然后望回一拨马 就冲着敌人的阵中动起手来了 了不得了 这姑也跟自个儿动上手了 哗 赵威风手下兵将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 耿春耿眼 立刻指挥兵将望上冲杀 这回才能说是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城中的汉兵汉将也杀出来了 一起杀进赵威风的大营 赵氏弟兄哥四个都死在乱军之中了 这兵将们死的死 王的王归降的归降 半天的功夫 四棍脚信都就落得一败涂地了 刘秀君臣打了胜仗 收兵回归信都关 元帅马远派人清理战场 咱们书不细表 这时候 烈焰山中可有了动静了 老道还法清 知道四棍侥幸都失败了 赶紧就跟白汉王刘洪上议 王爷 咱们得借机会动手了 不然的话就没法恢复咱们大新天下 好 就全听道长你的了 老道还法清 就给白汉王刘洪出了个主意 这还法清坏到家了 到底出什么主意 咱们下回再说 请不变好 请不吝点赞